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TinSaw有PRX 豬仔推介過很多次 亦有很多標迷 跟豬仔購買了TinSaw的PRX Citizen有Jurosa 都是PRX的學營 原來精工都有 之前豬仔也介紹過一次 一個白色一個 藍色的標盤 藍色還有貨 等下都會告訴大家 還來多了一隻顏色 最近都蠻受歡迎 有個標迷 跟豬仔訂的鑑金色 我看見多漂亮 不如拿回來介紹給大家 這鑑金色的 SEICO的PRX復古的學營 做了一個一體化色的飄帶 再加上靈角切角的一個標殼 非常漂亮 做了鑑金色的佈局 標面方面做了橫條的條紙紋 你看到它拉近一點的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 做了金屬的條釘 金色的手錶 再加上了白色的標盤 配搭了鑑金色的配搭 日力窗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有個金屬邊框 又有層次感 正裝錶很多時候 都受歡迎 因為其實正裝錶很容易配搭 這隻正裝錶就用上了 Caliber 6N52的精工自家機芯 一個石英的機芯大概三至四年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每月正負15秒 即是一天講小於一秒鐘的不差 另外你趁近鏡可以看一下 這個標殼 標殼做了一個靈角切角的一體化色標帶 標帶也做了一個復古的標帶 很適合這個標殼 我自己覺得是很適合這個標殼 其實不論是天梳的 PRX 甚至乎CITIZEN的JUROSA 以及現在的手上 精工這隻 精工這隻 PRX 都是各有千秋 各有特色的味道 亦都是配搭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Safrara Crystal 做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不要再說精工 為什麼經常都沒有藍寶 有些款他有做藍寶的 雖然標竿上還沒有Logo 沒有造過Logo 但是一個入門級的機身 我自己覺得OK 最重要是價錢上有值得玩 標競方面 做了一個 細標競 還有PRX的鶴形 比較貼手 用了一體化色標帶 整隻標的總重量 它的規格是134g 一起看看它幾個g 實心降標帶 放出來是135g 和官網顯示很相近 另外標帶 是做了實心降大 細節的標扣 亦做了鑑金色 銀狀金色的配搭 另外 接業式的保険標扣 要談談 只有一顆微調孔 不過勝載 每個格數 都比較短 所以比較容易調節 據我上次的經驗 賣了很多白色的 都容易調教 按鍵打開 做了薄橋 入門級的機身 標底方面 製造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底蓋 寫著6N52的機身 然後 10個巴的防水 Japan Movement 然後寫著 Safira Crystal 藍寶石的玻璃標棉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PRX精工的學營 有鑑金色 鑑金色會貴一點 藍色供應商還有兩隻 他想清掉就會比上次便宜 一來有回率就下跌了 上次我記得是1220多 這次是1198 1198 藍色 鑑金等等再說 先試一下 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 這個機身 撤起了之後 Sorry 我應該撤起 教時針分針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其實條文的標盤 看上去都頗立體 頗有質感 半格就教過日力槍 一格格調的 教完之後按進去拉推管 時分針就有夜光 黑度後面的點點 看看有沒有夜光 看看夜光有夠不夠 時分針加上黑度後面的點點 都有夜光 天蓋 夜光也很亮 鑑金色也要看 這個銀色標帶 撞銀色 拉絲鑑光 其實整個規格都是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的位置 原來它做了一個 New Link Removement System 拆這個標帶 自己一拆都可以拆出來 中間有一條彈弓的 其實很容易調節標帶 很方便 自己可以調節到的標帶 還有它配搭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內磨之餘 就是它的透徹度都比較高 那時分針加上黑度 後面的點點 鑑金色又如何 都有夜光也很清晰 好了 試下事不宜遲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都跟 這個訂購錶米一樣 喜歡鑑金色的這個款 其實真的不錯 戴上它的手感 甚至乎 舒適度 外觀也挺漂亮的 這個就是 SEIKO的PRX 鑑金色多少錢 1298 1298 其實鑑金色是值得玩的 因為 銀色 上次1228 今次 還有兩隻 1198 其實鑑金色跟藍色相比 藍色就低調一點 藍色標盤低調一點 鑑金色就銳色一點 再加上這個 鑑金色的 鑑金色的 嘩 外面行淚了 一聲 是的 1298 1198 豬仔的表情突然下大雨來 不知道你那邊是不是 好了 大雨也好 不影響到豬仔拍片的心情 繼續介紹好錶給大家 今晚就有 足球的一個 聖士 歐冠杯的一個 足球聖士 不知道你又支持哪一隊 而這隻手錶又不知道你喜歡哪隻顏色 藍色多一點 還是鑑金色多一點 我自己就喜歡鑑金色多一點 一點都不老氣 我覺得這個鑑金色表帶很有型 好了 心動的你即行動 1198 1298 豬仔 這隻有兩隻 這隻有三隻 明天會上課 心動的你即行動 盡快找我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一隻 SEICO的 PRX 好大聲的行雷 好了 心動的你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有原裝俠 說明書 保養證 做一年保養給大家的 一隻 精工的 PRX 學營